新北市有一个男的呢 之前在五谷区犯下习凶案件 被警方给逮了 结果呢 法官让他交保把他给放出去了 好了交保之后他还不知悔改 继续在三重等地区呢 就锁定了国中女生再下手猥亵 让他得逞了 晚上九点多 女学生背着书包下课回家 推开楼下大门进去等电梯 旁边穿着白色吊嘎 海滩裤的色狼尾随在后 不断往大楼里面看 发现门没关也跟着进去 一开始先是站在外面搭讪聊天 等女学生卸下心房慢慢靠近 忽然一个不注意 习凶得逞下手后立刻离开现场 这已经不是习凶狼第一次犯案 九月六号在五谷 他也曾以同样手法 尾随落单女学生回家 两人互相拉扯 女学生赶紧冲进电梯躲过一劫 对到九月十四号在三重 一样是搭讪女学生后 下手习凶 会专挑国中女学生 原来是嫌犯小时候留下阴影 在成长过程当中 有被这个 有被他们那个 比较高年龄的这个学姐 有欺负的一个现象 所以他都找那个比较 弱小的小女生来犯案 22岁方姓男子 九月八号被警方逮捕 交跑后再度犯案 警察官认为有再犯之余 恶度生涯获准 免得证明习凶之狼 再对无辜少女下手 中心为杨忠神杨荣新北市报道